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3号星期三 美国加拿大把台湾和大陆的凤梨之战 就是波罗之战 大陆叫波罗 台湾叫凤梨 凤梨之战 达到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高度 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对待 不当然这也的确是一个政治事件 大陆说台湾它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病毒灾害 反正是怎么着的 但是说实话 这都是屁话 当年我们猪肉 非洲猪瘟 就是从俄罗斯弄进来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禁止 俄罗斯的猪肉 最后不给 就是这样 所以完完全全 就看上不上政治需要 禁止台湾的波罗 的确确就是政治需要 就是要给蔡英文难堪 台湾的波罗 在去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90%以上 它的波罗和凤梨 都是到了大陆 都是出口到大陆 所以大陆如果一旦禁止的话 90%的波罗 展示就没劲去 只能烂在自己的地里边 所以美国加拿大 驻台湾的办事处 开始力挺台湾凤梨 称赞台湾凤梨的质量 并且展示了两国驻台北的高级外交官 与凤梨的照片 美国在台协会 AIT在脸书上发贴 说你今天凤梨了吗 就是今天吃凤梨了吗 他说的就更风趣一点 就今天凤梨了吗 说AIT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说我们今天明天往后的许多天 都要凤梨 还附上了多张 美国在台协会大楼外面 办公室里面都摆放着凤梨的照片 说我们买了好多凤梨 其中一样照片还显示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丽英杰的办事处办公桌上 摆放了三个凤梨 要吃凤梨 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 在脸书上的发帖 说在加拿大驻台北办事处 我们喜欢披萨上的割凤梨 尤其是来自台湾的凤梨 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吃披萨 也点上面有凤梨的 是挺好吃的 对不对 这还不错 但是生吃稍微差一点 我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菠萝 特别喜欢吃 觉得它特别香 我姥姥有一次 我想吃菠萝 我姥姥就觉得就给我买了 就买了菠萝 买了菠萝之后 削着就给我吃了 忘了拿盐水淹了 我的天 别提多难受了 难受了 难受了一整天 真的是一整天 那天一到晚上睡觉 都是难受的 最后第二天睡醒了 才好点 知道吗 所以吃菠萝之前 一定要拿盐水 淹一淹 我姥姥当时就忘了 忘了淹 这个简直是 但是这个就导致我从那之后 很多年闻不得凤梨的 一闻就受不了 我小时候 反正我妈和我姥姥在处理问题上也的确有问题 我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吃苹果 后来有个爸一个朋友送了一箱苹果 然后我妈就给我吃苹果 刚开始挺爱吃的 后来给的这一箱 你想一箱苹果 妈就要撂坏了 撂坏了 我妈就逼我吃 导致我后来很多年 一闻念苹果味就不行 苹果我是真的是缓不过来了 我到现在也是 我到现在就是不能吃苹果 吃不了 怎么也吃不了这苹果 我要是吃苹果 有时候我老婆给我想了个办法 一个是蒸 割锅里的蒸 给那苹果蒸熟了 蒸熟了 这个我可以吃 另外一个是把苹果搁在榨汁机里边 不是榨汁机 是那叫什么搅拌机 搁在搅拌机里边 稍微倒一点水 搅一下 然后喝 这样还行 我现在吃苹果 就只能就这两种方式了 生吃吃不了了 这个 菠萝呢 现在呢 勉强还能吃 但是也就吃一两块两三块 就完了 就都是小时候给吃顶了 那就是 你知道吧 所以 要小心 小孩呢 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太累什么的 太累什么的 是有问题的 好吧 接着说 说 然后呢 这个蔡英文呢 现在呼吁人们多吃凤梨 帮助呢 台湾的这个农民 啊 中国大陆呢 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说大陆的海关总署 决定暂停台湾菠萝输入中 输入大陆 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 是合理和必要的 反正就是什么生物安全防范啊 但是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啊 其实就是 现在换句话说啊 现在如果是马英九执政的话 我相信就算了 就还是让他进来 以前啊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台湾不光是凤梨 各种水果进来了之后 那时候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 他们搞这个 比如说水果 就是说这个销售处 是什么展览的展览会吧 台湾的水果先进来 先摆在这儿先卖 台湾卖完了 大陆的果农才许摆 才许卖 台湾没卖完 不许你卖 你先等着 你知道吗 就真的有一些大陆的果农 就是说 那个水果都撂烂了 还不许卖 那个时候就是照顾嘛 但是照顾了半天呢 也没有用 台湾人对此呢 非常的反感 因为说什么呢 说没错 你大陆呢 是像我们先卖了 但是卖完之后呢 我的农民没有征章钱 都是马英九 他们那些呢 就是权贵阶层 他们收在台湾低价收 收完之后到大陆呢 高价卖 这么安全的差价都被他们挣了 这是事实吗 是事实 但是这个来讲 你这不能怪大陆 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们自己的探红腐败 自己治理不了 你怪大陆高价卖 买你水果 这是不对的 明白吗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我觉得他的确 他在大陆的卖的价格比较高 到台湾进的时候 价格比较低 但是呢我相信一点 就是说呢 这个杀头的买卖有人做 赔钱买卖没人做 你的农民 那个价钱不合适 他也不会卖给他的 虽然那没用多少钱 但是呢 你还是卖了 也是挣了钱 总比现在强 现在是真的要悲惨 这次真的要悲惨 因为呢 去年都是90%的都卖大陆了 你想这么多的话 10倍于 等于是10倍于你去年的内部自己的消耗量的话 消耗起来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他最后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呢 大陆和台湾之间呢 有一些的隔阂 有一些的敌对的情绪 这个呢 大陆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呢 蔡英文这边呢 也不能说全对吧 我觉得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马英九这边呢 也不是全对 国民党也不是全对 民进党呢 也有点呢 往那边走的太多 国民党呢 也不对 共产党呢 也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民进党和国民党 如果能够稍微中和一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其实我现在呢 比较看好呢 这个韩国瑜和这个赵上康 一起呢 改革这个国民党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能改成一个什么样子 就赵上康以前不也搞那个新党吗 咱们最后看看 好不好 但是呢 反正这边呢 这个台湾人就说了 说这个大陆 你不进我们的菠萝 你今年就没有菠萝吃 那这个呢 的确认是不对的 这个有点太侨皮大陆了 大陆还没到了 就是说自己种不了菠萝 大陆还是能种菠萝的 但是呢 没有了台湾菠萝之后呢 大陆菠萝可能要涨价 这个是有可能的 大陆呢 还是可以种菠萝的 但是呢 就是说不能种凤梨 能种菠萝 这其实是一个东西 这就是教终不同 所以呢 大陆还是 这个台湾人有的时候也不太了解啊 大陆完完全全是可以种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大陆呢 就觉得呢 台湾这个不卖就要够呛 我觉得呢 也不见得啊 呃 我给台湾人推荐两个这个菠萝的吃法吧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这都是我能接受的 一个就刚刚他说的 在披萨上面 加菠萝 这真的挺好吃的 我很喜欢啊 呃 我觉得很好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菠萝炒饭 很不错 把那菠萝切成小碎丁 拿它去炒饭 很好吃 我觉得呢 呃 可以尝试 还有一个菠萝骨老肉也还行 大家菠萝骨老肉啊 呃 菠萝炒饭啊 然后什么这个 这个菠萝上面 哥波罗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你这样吃的话呢 呃 是可以吃得掉的 啊 哦 凤梨酥 凤梨酥是真不行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不说凤梨酥呢 因为台湾那个凤梨酥啊 因为 现在这个大陆制裁台湾之后呢 这个大陆 不让大陆游客去嘛 大陆游客去的少了 他那凤梨酥啊 也都撒在手里了 他以前的那个凤梨酥啊 也是 据说他的凤梨酥 也是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卖给大陆的 大陆游客去了台湾 特别喜欢买凤梨酥 这凤梨酥的东西 好像大陆真没有 是不是 但这这两年也开始做了 也要大陆人学着做 以前好像这凤梨酥 还真的是台湾特产 以前呢 我们这个也是 我们天津他们的朋友去了台湾 也喜欢拿凤梨酥 呃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也特别吃 就是台湾产的 那个 那个凤梨酥啊 我也我也挺爱吃的 正常买 有一种 有一个台湾牌子 要什么来着 我以前在冰屯那老买 后来我现在忘了 想不起来了 你也忘了 是不是 忘了 我也忘了 就那时候老板 老板他那吃 挺好吃的 那凤梨酥 我也喜欢吃 但是呢 台湾那凤梨酥 现在也是 因为大脑油会去少了 所以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 我记得去年还闹过一个 就是台湾一个特别有名的 专门做凤梨酥的那个厂商 因为卖不出去之后呢 他把那生产制吸盖了 你知道吗 后来被曝光出来了 也是因为他就说 他说不怪我 都怪政府 你们跟大陆关系搞的搞的那么差 以前我一天能卖多少 我现在一个月都卖不了那个产量了 那我怎么办 我生产这么多 卖不出去 能不起 我要跳楼了 对不对 就是说这意思 所以凤梨酥呢 也是不好弄 开拓一些海外市场吧 我觉得美国和加拿大的 你不能光是从政治 政治学上去支持而已 你美国加拿大能不能 就是说近一些呢 不过也够呛 也够呛 美国呢 美国现在恨不得台湾能买点美国水果 你知道吗 美国什么橙子 菠萝自己好像也产的 也挺多的 好像 所以呢 他也真的是事不缺 那就只能靠台湾人民自己想办法了 你说卖给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都乐了 是不是 你卖点别的 你有没有什么北方水果来卖 是不是 你这种特别典型的 这种东南亚国家的水果呢 你说你把波罗卖给泰国人都乐了 泰国人说我卖你点吧 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 台湾人自己开拓的思路吧 开拓的思路看看怎么能够 我觉得卤肉饭里是不是也能搁点波罗签丁 是不是 卤肉饭里 他解腻 我跟你说台湾还有一个卤肉饭特别有名 知道吗 我来了美国特别高兴 就想去吃卤肉饭 说实话有点腻 卤肉饭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爱吃那东西 那东西真的是挺腻的 那东西 非常的腻 我觉得里边搁点波罗 没准还真能解腻 还有鹅阿肩 鹅阿肩也是有点 太腥 卤肉饭太腻 鹅阿肩太腥 这东西我反正是吃不习惯 没准我觉得你里边搁点凤梨 也许还能好一点改良一下 鹅阿肩料理 可以试一试 最后来讲 我们还是要承认 这个的确是大陆完全是出于一个 我觉得真的完全出于政治考量 就是要给蔡英文小鞋穿 这也是事实 其实真的不太对 我不认为中国这么做了之后 能够伤害到蔡英文的选票 伤害到台湾老百姓的 这种支持蔡英文的热情 我觉得反而帮助了蔡英文 据我所知 蔡英文现在可能是有史以来 就是说执政支持率最高的总统 这次得票也最高 而且现在蔡英文执政的支持率 特别高 完完全全拜中国所赐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只能引起台湾人的反感 引起台湾人对民进党的支持 对大陆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种做法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不太对的 我经常说 你握紧了双手 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你张开一下双手 你手里有全世界 你知道吗 就是说台湾的处理 还是应该用更加的聪明的 更怀柔的方式的去做 包括对待新疆 对待香港 其实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对待新疆 对待香港 对待台湾 我们用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我个人来讲 是不是特别的赞同 好吧 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